经验之美 与众不同 我家有明星 我家有明星 演绎神奇魔音心静静 尤其一个女生能在现场唱到这个水平 我真的是觉得你很了不得 男生女生 女生男生 傻傻分不清楚 男生唱女的 女的唱男的 也不知道男的唱女的 还是女的唱男的 够男的 谈得会晴 刘德华 蔡国庆 声音魔法齐聚来时 韩老师给我的皮价就说 哎呀 小姑娘啊 你说你唱得那么好 就把原唱都给超过了 就这样的那一唱 好像当年的采贵 时代感 怎样才能唱出 更有质感的动听嗓音 万人高的大水缸 又有怎样的神奇功效 包括尔茶 试试吧 唱了好几十年了 没这么唱过 这些有点憋的 当苹果哥遇到火锅闷 一同分享种种意想不到的生活企吻 看到他在对着苹果唱歌 对他们的苹果园在唱歌的 真的 大家好 现场还有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随便本听电视台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家影星 大家好 我是秦天 大家好 我是沐阳 大家好 我是夏丹 大家好 我是李伟柱 我是张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来到现场的各位梦想周日台的成员 首先为大家介绍我国著名的歌唱家 王剑士老师 好 好 著名音乐人 包括耳茶 好 著名歌手 王菲菲 好 欢迎梦想周日台的三位 接下来呢 让我们接着用我们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家明星 亮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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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哪里春风沉醉 哪里绿草如影 好 显占了舞 两个人的窟花 照亮成的夜晚 不时 如影伴又走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按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年我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还望月落重现 我们流连忘返 在北角落海 多少年以后 往事随云走 那河飞的冰雪 容不下那温柔 这一生一世 这世界最少 我告证明荣华 冰雪的深情 就在某一天 你忽然出现 你轻车有生命 在北角落海 你轻车有生命 向北角落海 你轻车有生命 你轻车有生命 认识啊 话说话说我能认识你 两人有仇 这么大仇的你俩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在某个比赛 年赛把我批写起的就是他 是吗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但是我们现在好朋友 好朋友 也是面和心不和那种 行吧 同心的竞争对手 是 做个自我介绍 谁先来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尼中乐 大家可以叫我乐乐 谢谢大家 乐乐 旁边呢 现场的叔叔阿姨 还有大哥大姐 还有三位老师 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潘倩倩 一个乐乐一个倩倩 我好羡慕倩倩的声音 是那种女中音 特别有磁性的那个声音 太好听了 来 别恨了 过都过去了 来到我家有明星来到家里了 这是客人 对呀 真的是我家人 可以拔串了是吗 来来来 宣传的各位 杰诗老师 这个歌曲的力量 要是就是大 你看当年 这个郑学来唱了太阳岛 咱们很多的朋友 全去了哈尔滨 看太阳岛 太阳岛 这个《为家人胡帆》一唱 你看今天顾洋都想去了 对呀 是 就是说得有人出炉飞 我们再去 别说 别说 杰诗老师说他包了 我看行 还是包火尔茶 包了我 我看也行 这个确实一首好歌 特别喜欢 但是更喜欢的是他们这种形式 刚才他们一出场 我发现没出场的时候就听 男声 好听 一出来 穿着红裙子出来了 好 但是又出了一些女生出来 是个男生出来了 这就不容易了 男女生对上 让男的唱女的 女的唱男的 而且两个声音还这么协和 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说得跟绕口类似的 这绕口类 您再来一段 男的唱女的 女的唱男的 也不知道男的唱女的 还是女的唱男的 够男的反正 我倒觉得 今天这个小伙子 穿白上衣 这个白衬衣 这小伙子 乐乐 很眼熟啊 对对 斯里王老师 我是就是上一次 就是人家推荐我 来上这个节目 就上次 尼中乐 对 斯里斯里老师 这一次呢 我想推荐我的姐姐 就是潘倩倩 她唱 哈利老师 可绝对非常非常好听 一句 您能说普通话吗 不大会说 就是 大概听明白 就是您今天是作为推荐人 推荐一位非常出色的 女歌手来到我们节目 这个乐乐是老朋友 今天带来的新朋友 这个潘倩倩 潘倩倩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 但是这个 我也对你非常熟悉 并不陌生啊 应该说很熟悉 这个朋友圈里边 微信朋友圈里边 转了很多很多 她的视频 都是她跟那个 韩磊 对 韩老师 两人一起飙歌的视频 这段视频我们有 你有吗 我正说我不能想象 她能跟韩磊飙 我们看一段好不好 来 请看 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尽情的你会想起 你身边的某个美丽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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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让 edge 你身边的某个美丽月 还有没有 一红某一个美丽日落 我听说 这会 кноп 这会动 就是兴致 rad 其进程 已经停的时候 第一次看 真的挺让人意外的 非常的难以置信 就是你的这个 那王老师可能没有看 包老师的手机 对 你看 我光给他点赞 点完不看 但是就是说 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韩磊 我们太熟了 因为我们也合作过很多歌曲 当然都是正常的男生和女生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他对你是什么一个评价 韩老师给我的评价就是说 哎呀 小姑娘啊 你说你唱得那么好 都把原唱都给超过了 韩老师其实给我这样的评价 我觉得特别开心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任何一个模仿者 和一个歌手 都是没有办法去超越 韩磊老师的声音 因为他的声音 特别特别有震撼力 感觉能把一座山给击垮 我记得我还在老家打工的时候 我是七年前 七年前我得知 韩老师在济南做评委 那么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矿工 去了济南做了选手 对 我第一次也是唱得 韩老师的等待 那么七年后呢 终于有机会 可以跟韩老师 就是真正的站在舞台上 去唱他的歌 所以说特别特别的荣幸 很高兴 韩磊实际上对他评价很高了 说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超过了几次 这是我听过韩磊对一个歌唱者评价最高的一个评价了 这是非常感激 嘉丹啊 这回知道自己为什么被PK下去了吧 为什么被PK下去了吧 你也不用这样 嘉丹 咱可以不上次演小品吗 对 这不我就不让他逼得转行了吗 我把体重交给你 容易吗我 来 菲菲继续 说到这儿就是 我觉得我们大家 包括现场的观众 肯定特别特别期待 你现场过我们来一首韩磊的歌 来一首 你又唱一首 特别那时候那个 《仙人在野五百年》吧 说普通话 《仙人在野五百年》 上次来普通话就不好 把人家都吓得说话 你自信一下 你咋那么坏呢 你别提醒 韩磊老师的这首歌 难助非常大 来吧 向天再见五百年 请这首歌 噢 宋故书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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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彩天赐给我 恶情色的画面 我任意的感恩 我任何之间歇 好情不变连复一年 我任有苦有甜 善恶分开了别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跌跌正正 踏遍万里和山 我正在风口浪静静 无处远远旋转 人变过人间 暗默太平美满 我正在海上百活五百年 所愿意的感恩 所愿何之间歇 好情不变连复一年 所愿有苦有甜 善恶分开了别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跌跌正正 踏遍万里和山 我正在风口浪静 请握住日轩转 人变过人间 看跌太平美满 我正在海上百活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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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是叫物以稀为贵 我觉得它这个特别可贵在哪 就这种声音特别少 尤其是女孩能够出这种 哎呀 这种震撼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谢谢 谢谢王老师 我刚才听你现场唱完以后 我特别想知道 你是女生吗 你现在才 开个玩笑 因为这首歌难度太大了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这首歌模仿韩磊老师 唱的男生特别多 但是唱的像的也很少 但尤其一个女生 能在现场唱到这个水平 我真的是觉得你很了不得 而且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 有磁性和有辨识度 谢谢 谢谢 来 包会儿茶 你刚才唱的这首歌是韩磊的 韩磊的歌曲 那么大家都知道韩磊的特点 就是那种万马奔腾 气势如虹 但是呢 倩倩刚才唱的这首歌 它最关键的是 能把那个气势 霸气 它能给唱出来 这个就我觉得很难得 于是我对你 特别好奇了 声音是这样 唱成这样 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你性格也是这样吗 跟唱歌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吗 差不多 其实我生活当中 就是一个女汉子 对 我觉得跟唱韩老师的歌有关的 是 对 因为平常生活当中 我就跟我的好姐妹 都是身兄道弟的那种 就是都是好兄弟 是那种都是哥们吗 是那种 对 哥们 对 对 咱们这个生活当节也是 你看李凌玉姐 田振姐 田姐什么的 我都叫姐 这个性格就是男汉 对 女汉子 女汉子 对 老弟都是那种 对 老弟 你也是那种 对 我也是这种 要讯格好爽 对 好爽 讯格好爽 跟韩老师的歌也是一样的 好爽 是 但我听说你唱这首歌 心里有点阴影是吗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怎么说呢 之前我是一个火锅妹 是打工 在北京的一家火锅店里打工 自从参加完比赛以后 很多观众认识我 就唱的这首 向天再见五百年 有很多的认识我 跑各种的商演 完了是去了每个地方 都要唱这首歌 我记得有一次 我也是参加一个商演 我唱了自己的一首歌 我自己的新歌 完了主办方就告诉我 你怎么不唱五百年 不行 你赶紧上去 我再 完了当时我没有带 唯独没有带这个伴奏 伴奏 所以说我很无奈 没有办法 我又重新回到舞台上 清唱了韩老师的五百年 对 所以现在提起这个了 有算过 这段时间唱过多少遍呢 向天再见五百年 数不过来 我觉得应该有七八百次了吧 七八百次 对 我听明白了 说得非常清楚 人不想再唱这首歌了 你还推荐人家唱这首歌 就是啊 你还叫人姐姐 你是不合适 其实那个他唱 我得替我解罚 所有韩磊的歌他都会唱 你随便点他都能唱 我感觉打宝箱 老师你们随便点他 每一首歌都会唱 所有的韩磊 韩磊的所有歌都会唱 来来 杰施老师点一首 我记得是不是有一首等待 是不是 等待 好听 这也挺好听 这也是电视剧的一个片 最爱听的 可以啊 好 那来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等待 好不好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为何人这样痴迹 明知辉霍 过后是暗淡 仍期待着 把一切从头来过 我们的爱 曾经拥有 我们的爱 曾经拥有 我的爱 就不想听懂 每个梦里 都有你的梦 更多期待 一个永恒的春天 更多期待 一个永恒的春天 更多期待 一个永恒的春天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人这样痴远 如果您 也不知道 请 明知辉煌 过后是暗淡 仍期待着 把一切从头来过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听懂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更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春天 太棒了 太好听了 家丹你输太正常了 这怎么可能会赢他呢 还提这事 我们现在是好朋友 是我三口上撒盐 没有没有 他撒的不仅是盐 还有芥末和自然 有啥就撒啥吧是不是 对 太好了 谢谢 是不徒弟们现在 你还想办事啊 对 没有 我 不敢说 没时间呢 我非常好奇 就是欠欠 你大概是从 大概什么时间 比如说童年 或者是青年 少年 青年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这个声音 比较近似于这个 这个男生的这种声音 对 发现的呢 小的时候啊 家里都会有些磁带啊 偷着听 因为我父母呢 不喜欢啊 让我去唱歌 因为觉得不务正业之类的 完了有一次呢 我跟同事 我下班了 完了我带着我的同事去逛街 咦 有那个夜市嘛 旁边呢就会有摆着的那些音响 电视 摆着摆着音响 就像这样的音响摆着 完中间放一个电视 就是点歌 对 KTV 对对对对 我就唱过 那时候是一块钱一首歌 我就第一次去唱 唱的也是刘德华的好像 完了就大家都很都都惊呆了 他说你怎么可以唱 唱这样的声音 完了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慢慢慢慢的啊 就是知道啊 我可以 我有这个能力啊 对对 也是无意中 那那年是多大 无意中发现的 多大那个时候 应该是19岁吧 18 19岁那样的 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之前是点了一首歌 花了一块钱 一块 完了之后呢 就不要钱了 挺好 因为有很多人会过来围着看 现在这个声音 还接近于男生的声音 咱们乐乐呢 乐乐的声音一出来 她是一种女声 你这个也是 就天生是这样呢 还是属于模仿的呢 其实也 天生 天生的时候是唱不了女声的 那时候我小时候 我的声音是属于这种 就特别哑变声期的时候 变声期 你就直接说那公鸭嗓就完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妈就说 你看你这声音哑的 你可别说话 太难听了 然后那时候 但是我又喜欢听歌 就我们村嘛 以前小时候 不都听那个大喇叭 走进新时代啊 没事我就在家瞎琢磨 瞎瞎瞎叫 后来 你专门爱听女生的歌 也不是专门爱听 那时候也听男生的歌 所以就放这 大喇叭 那时候没什么选择 就放什么听什么 对 那时候我就听几遍之后 哎 就会唱了 在家我爸我妈就是 穿地干活 我在家没事 我就听呗 听着就是瞎瞎瞎叫 就瞎的嗓子都痒 后来就是 慢慢慢慢的觉得 咦 怎么感觉突然一下子 能唱女生了呢 就是这样 不意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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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嗓子毁了 不是 那我追问一下 我问一下欠欠你 你现在能用这个女生 唱个女生的歌吗 女生也可以吧 反正没有像男生那么好 因为本来 是一句好不好 她唱女生 她唱女生等于是模仿 等于是模仿 我们听听吧 你模仿一个女生 对 我试一下 我反串一下 反串一下女生 我给你起个点 我给你起个点 某年某月 某一个地方 是这个 某年某月某一个地方 我不记得很了 你找一句 你找一句 他心房 看透了人情聚散 怎么样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好 还有呢 请问他心房 是啊 我不会采 不行 我不会采老词了 我采上了 杰氏老师怎么样 她这个 还是有点这个 一般的女生那个影子 但是这个影子 还是比较淡 她还是这个比较 虽然小声唱 尽量的唱温柔 她还是说那种 比较困厚的声音 觉得嗓子就 对 不知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听那个 许美静唱这 城里的月光吧 总感觉这个 晚上回家呀 这个有点惊慌 对 害怕 听倩倩唱那首歌 特踏实 感觉回家特安心 那个乐乐你呢 你的男生 你反战一下吧 男生的歌听听 你要唱一些 比如说蔡国庆老师的歌 就更有意思了 其实我穿的也挺像 我特别喜欢唱 那个蔡国庆老师的歌 今天这首行头也很像 就刚出道那会儿 才过去呢 他有点像 他真是 除了你把这裤子长了 其他都一样 你这个是山寨版的 我给他唱一首 他的成名曲 三百六首歌 那你走着唱 那我肯定得走着唱 那我肯定得走着唱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们听听听听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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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 時鐘每天轉了一千四百四十圈 我心裏每條藏著一千四百四十多個思念 每一天都有你太快樂了 每一分鐘都盼望你平平安安 氣象的光 又環繞著你 想要昔日動聲燦爛無比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個日出 我送你三百六十五個珠 時鐘每天轉了一千四百四十圈 我心裏每條藏著一千四百四十多個思念 每一天都有你快快樂了 每一分鐘都盼望你平平安安 幾下的光 又環繞著你 想要昔日動聲燦爛無比 每一天都有你快快樂了 每一分鐘都盼望你平平安安 每一天都盼望你平平安安 個黑色的光 眼淚無比 每一天都盼望你平安安 多 vak天氣 每天都盼望你平安安 就他那个某一个那种小感觉 就这样的那一下 好像当年的蔡国庆 特别强 就除了 除了比那时候蔡国庆 稍稍稍胖了一些 圆润了一点的离开 其他真的特别像 特别像 但说到这个蔡国庆 其实包护耳茶也会模仿 那个动作 比起他就差远了 我觉得他真是 这个蔡国庆的影子 就立马就出现了 尤其刚才 那个我跟顾阳我俩 笑的同一个那个点 就是他 对 那前奏完了 刚刚一上 他这个 特别像就是 一年有365个日出 我送你365个珠 走肩膀是吧 你不要走肩膀 如果你要在家走 就更好了 因为那个 我以前看那个电视上 最早的那个MV就是 他一边走一边这样唱 对啊 你看我给你模仿一下 不是刚才你走快了 刚才你走快了 走快了 别爱演 来来来 一年有365个日出 我送你365个祝福 始终每天转了 1440圈 我爱着心里每天藏着 1440多个思念 来一段来一段 什么来一段 你们也模仿过吗 原来 宝尔来一段 来来来来 没有没有 绝对模仿过 模仿过 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模仿过 绝对来一个 来一个 没事 蔡国庆这会儿他不在 他看不着 不是他就是走路 就走路 没让你蹦 一年有365个时日出 我送你365个祝福 别唱了 他四肢不斜 八老师横着就过来了 没没没 我得替八老师说句话 八老师确实喜欢吃螃蟹 不是 因为啊 是我们其实 那个过去我是模仿过他 但是后来我们关系也挺好 因为他唱过我的一首歌 我写的一首歌 叫红丝带之歌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就接触就比较多了 后来我发现 我学完之后 确实不仅不像我 我学得让人恶心 所以从此以后 我就再不学了 今天秦天飞地 把这个给勾出来 你看这我没办法 让我知道了 你看 今天看这个乐乐 跟倩倩 你们配合得那么好 你俩是一个地方的吗 咦 不是一个地方 不是一个地方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对啊 这确实是 大家都很好奇 之前就是我在网上卖苹果 就是在朋友圈卖苹果嘛 对 卖苹果 因为我家是种苹果的 挺多的 卖不出去 我就在网上卖苹果 但是我卖苹果 卖不出去 一个特别好玩的 就是你来说吧 卖苹果怎么卖 他就是他开了一位店 在朋友圈里 乐乐呢 跟平常的那种卖苹果不一样 你看平常的就是 拍一些漂亮的照片啊 或者或者修一修图片 发到网上去卖苹果 他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对着苹果 唱歌 我觉得他一个男生 能唱女生的 所以说 我觉得特别特别惊讶 而且唱得那么好 所以呢 那我就慢慢要接近他 因此关注了他 有目的地接近他 还有一个就是 我家的苹果卖完了 最近我家苹果 两三天全卖完了 不够卖的 其实我的那个苹果啊 并不是感兴趣 我对你感兴趣 完了 Oh my god 别误会 大家别误会啊 因为我觉得 他的声音啊 因为我觉得 他的声音特别特别有特点 而且唱得那么好 那通过卖苹果认识了以后呢 我知道他的一些经历 知道他的家庭状况 也不是很好 就是有很多苹果啊 都是卖不出去了 因为他每年呢 都会摘几千斤的苹果 因为他在农村 对 几千斤的苹果 交通逼色 有时候会障碍 对 因为他们在农村 农村的很偏僻的一个地方 很难卖 所以说有的时候会 烂好几百斤那样 好几百斤 好几百斤的烂 对 我知道这个以后呢 我首先我就买了 一百箱的苹果 买了一百箱的苹果以后呢 我就开始转发他的朋友圈 转发他的一些东西 完了他的奶奶 八十多岁了 身体呢 也不是什么很好 知道他的经历以后 我就特别特别地感动 让我的朋友 我逼着他们 你必须转发 必须转发 给你任务 你必须要卖多少 卖多少 完了就没几天呢 就把他们家的苹果 全部卖掉了 五千斤 对 两千多斤吧 对 两千多斤 大概用了几天的时间 不到五天的时间 那生意还不错呀 怎么说啊 就是我们那个村 他逼迫人家 不是不是 我们那个村 就是有很多上万斤的 就是去年的时候 都烂在了家里 一分钱都没有卖出去 但是因为我 因为我姐 她给我一下卖出去了 所以也解决了 我家里的这个 因为我爸妈没读过书 一天书都没读过 就是卖苹果 家庭非常困难 对 然后 卖都是找人去撑金呀 她不懂看 我奶奶八十岁 就愁得不得了 你说这苹果怎么办 一年的收成 这就是一年的 家里的生活费 一年的辛苦啊 对 所以 真的亲爱姐给我解决了 我家里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 但是今年的苹果 还没有卖出去呢 还没摘呢 还没摘呢 不是 谁种 没关系 我再摘呢 待会儿你那个 你告诉我好吧 我跟大家分一分 行吧 我问一下乐乐 你们家苹果是谁种的呢 我爸爸妈妈 然后我之前也是在家种苹果 跟着我爸爸妈妈 还有我奶奶 我们家苹果有四五亩吧 好吃吗 特别特别好吃 因为之前我对她 对她的苹果不感兴趣 最后呢 我吃了她的苹果以后 简直是太好吃了 真的 要这样的话 我包一部分 你包一部分 王老师 一部分是多少 一部分 两千斤 一部分 私下商量 没关系了 在这里呢 我们这现场 这么多人呢 对不对 一人来一千斤 看人家种的苹果 不够了 不够分 这个在你 倩倩姐的帮助之下 卖得很好 那做微商怎么样啊 这个 做微商啊 其实也挺苦恼的 你知道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为什么要苦恼 你看销量多好 都解决了 开始的时候 我不认识倩姐的时候呢 做微商那就是不一样啊 你一发这个朋友圈 就是开始的时候 只是卖给这个熟人 杀熟 对 杀熟 开始的时候 你说卖熟人 还有的是 故意面子 可能会买你一箱两箱 估计也就那么回事 但是你要是后 有的人啊 人家就直接很应付 说啊 那个 过几天再说吧 我现在再忙之类的 就感觉 特别特别的那种 就很无奈 你知道吗 但是我家苹果 确实太好吃了 那你推销自己苹果的时候 你就是使劲刷屏呗 你这一说刷屏 三分钟一推荐 五分钟一推荐 你还别说刷屏了 我就一天发个 两次三次 就有很多人 被屏蔽了 屏蔽我 还有的人 甚至把我拉黑 我没有把你拉黑啊 对 他没有 他是我好友 然后我每次 一卖苹果的时候 我就害怕 我说这卖 要是卖个一两两年 我这好友 全部不是屏蔽 就是拉黑 没有人点赞 你说一般人一般 以前我一发个朋友圈吧 喀喀喀 上百个人点赞 现在你一发 十个八个 十个八个算不错了 既然你家苹果这么好吃 到时候回头加我 肯定不拉黑 正好大家出出主意 帮帮他 就要发这个信息 要去卖苹果 但是怎样处理 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关系 才能够让大家不讨厌 又能够把这苹果 摆出去 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也给他支支招 自己编个歌 叫苹果的故事 要不写一首小苹果 你觉得不是吗 当然好 你就写出来了 你写出来了 这么巧吗 太快了 我可以先说一个吗 我特别受不了 就是微信好友 比如在卖微商 你没有买过他的东西 他就会发朋友圈说 我有东西你们不买 你们去买别人的 你们就是错了 你们在我的朋友圈里 就应该买我的东西 有这样的人吧 那你就不要跟这种人说朋友 这种人也挺奇葩的 真的有这样的人 那我觉得你可以拉黑了 我已经把它屏蔽 把它屏蔽掉 包花茶呢 有什么样的行为 你是忍受不了的 没有 我觉得那个刷屏 确实忍受不了 因为你刷屏 它有的时候 我那个圈 那个朋友圈里边 以前有这个就是 买什么鞋 服装 手表 什么各种 你就看 且翻 你想看看自己的朋友的圈 你就看不见 且刷板 刷板那都是他 主要浪费流量 还浪费流量 主要 那个我倒没算过 但是最讨厌的就是 你看不见别人的东西 所以我基本上就把它就 要不然就屏蔽了 还有一个微信 也让人比较反感的一个方式 你会发现 他一天中 他不管发什么内容 他都会连跟他这个 要做的微商这件事 或者这个产品联系起来 就这个也挺会让人反感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做多了之后 别人反而就会对你这个东西 产生质疑 因为你这东西如果真的好 你至于就是 你吃个饭 睡个觉 或者买东西 你都要联系上 你这个要卖的这个商品 所以大家就会产生怀疑 我倒是有个主意 因为我们做这个微信的时候 都是有背景 后面背景的图片 你把自己这个苹果放在上面 写上联系方法 然后再来一句 一天一苹果 疾病远离我 这个就不用天天发了 大家自然一看 也都知道联系方法 我也看出来了 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是做生意的 一把好手 让你们好好学习 我明天开始就卖臭豆腐 但我觉得刚才王老师那个主意出的好 就是让他的特长 他会唱 他可以把他们家的苹果 怎么好 怎么好 给他唱出来 这样转发到朋友圈 我觉得大家也不会反感 因为就是 对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看到他在对着苹果唱歌 对他们的苹果园在唱歌的 对所以说我才才那个买他的苹果 我才知道慢慢慢慢知道他的事情 你对着苹果唱歌 对啊 你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那个展示一下 可以可以啊 我家苹果我都带来了 好 这个绝对是我家弟弟带到自己家里产的苹果 这里面不止一种啤酒 张霄不许哪个苹果全摸一遍 你先听他唱 你先听他唱 唱完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买 好吧 来 张霄 那就唱一首那个小苹果吧 好 来来来来 这合适应时应久 来吧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 你是我生病的火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 点亮我生病的火 谢谢 谢谢 这一会儿的生活都分完了 送你那三个楼 我分给你们不是给你们吃的 是让你们闻一闻先 那也让他们算是闻一闻 对对对 这个你发现 这绝对是从老家拿来的 朱力团的各位拿到这个苹果以后 就是你们自己挑一下 看哪个甜哪个不甜 好 每个人拿到这个甜 越丑的越甜 很香 越丑的越好吃 是不是品种都不太一样了 你自己挑啊 要挑甜的 这真是下手狠啊 把大的钱拿走 剩下钱就下来了 我发现我手里拿的这个好像 是不是最大个儿了 来来来 我也挑一个行吗 你挑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好 你们懂挑苹果吗 越南看越好 当然会挑 这个好 我觉得这个好 对 这个好 我告诉你 你们都是外行 都是外行 你们想知道就是怎么辨别 这个苹果好不好吃吗 当然想知道 怎么辨别 想不想知道 掌声啊 想知道是掌声 真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水果是不是又圆又大又红就好吃呢 不 李家大人刚刚就说了 越丑的越好吃 对 越丑越难看 你是不是就是浓缩都是精品 没有人说了歪瓜裂枣嘛 是不是 社会当中有这么说了吧 有没有 有的话就鼓掌 来 歪瓜裂枣就好 就是 确实是这样的 歪瓜裂枣甜 就是挑苹果 第一点就是不要挑那种又大又圆的 记住 它就是有点就是歪斜的 就是你拿在手中有点歪斜的 这个是绝对是比圆的好吃 哇 我的是歪的 对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挑红的 越红 就是特别特别红的那种绝对是不好吃 你要挑那种黄里透红 是个红条 来看这个苹果 就是裂问了那种感觉 对 裂开了 非常标准的好苹果 它首先是歪的 你看到 不平 然后呢你看又有红 这个黄里透红 这个红颜色还像是裂开了的那种 一条条的 看一条一条一条 这应该是很标准的好苹果 看来我是毁在太红了 这个不好吃 乐乐本来不脏 你看我这个跟他们的都不太一样 他们的都是红的 对 因为我选择这个为什么呢 第一我小的时候吃的苹果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你那个是黄元帅 你那个是黄元帅 品种不一样 黄元帅 对 你那个是不是脆的是有点 面面的 就有点像那个香蕉苹果 对 在咱北京也是分很多种 比如说你要吃脆甜口 那就是国光苹果 对 这个是什么苹果呀 不是 这个 这有点像国光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夏绿 是日本一个苹果 日本一个苹果 夏绿 他那会说过一个 就说他们家的那个橘子 不是他们家的橘子 就是橘子分公和母 然后怎么去挑它的公和母 然后哪个好吃 这个苹果是不是也分公母 对 这个也是 其实也是分公母 当时我们挑橘子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这橘子是母橘子比较好吃 甜 对吧 甜 如果这苹果也分的话 是不是一样 怎么辨别呢 我想跟你说一句 你答对了 母的也是好吃 关键我怎么分 还是母的 至于是怎么分 大家可以 我给大家说一个常识 就是你在水果店买的苹果 你要看 同样一个苹果 你要看它的季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它是 往外凸的 就是这个季布 如果往外凸 而且不圆滑 就是那种 感觉就是很没有规则的 这种往外凸 它就是那个公的 这是公的对不对 对对对公的 大家看 他说的是这一圈 是吗 他不是说这个中间的 对对对 他说的这一圈 对 这一圈 他往外凸起 你看这个是有凸起的 这有凹进去的 那你应该侧面 侧面让它拍 会更明显 你看我们俩这苹果的差别 其实特别明显 看这个 这个就有凸起 这个很圆润 凸起的就是 超好吃的 这有凹凸不平 那就说明是公的 公的 甜吗 说话 不能 说呀 你啥味啊 你倒是说呀 跟吃 跟吃人生果 那感觉 没感觉 瞎咱把那苹果给它拌拿 给它抢开来 什么味 什么味 有点湿 我这个 可能是梨 这是苹果 你说这甜不甜吧 你就说甜不甜 好吃 好吃是吧 来 你尝尝这个 这个我挑的呀 有湿口水吗 没有没有 你就这么吃就行 咋了 说呀 我在来口 我还以为你尝出来了呢 怎么样 急人劲的 你快点说呀 甜不甜 这个比刚才那个酸 但是比刚才那个还好吃 是吗 这是母的 我在秦天身上擦干净了 这个 你别撑着啊 擦在哪边 擦在红的那边 那我吃这个 这个最好吃的 真的了 我想问你就是 我听人家说 早晨吃苹果是金苹果 然后中午吃苹果呢 是银苹果 晚上吃苹果就是烂苹果了 对 这种说法其实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点夸张 说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白天比如早上 或者是中午吃的话 你一个 我们一天的运动量 就会把这个 苹果很快的消化掉 但是晚上吃的话 你想想吃完之后 吃完之后 立马就要比如说睡啊 或者没太大运动 他就会觉得 对我们肠胃之类不太好 所以这种 但是呢 总而言之 你哪个时辰吃苹果的 它的营养含量 以及它的营养元素 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你俩也应该算作是因为苹果认识的 对对对 我俩是因为苹果而结缘 我给大家讲个好玩的故事 今天是第一次讲 你把这苹果给我了 怪累的 怪累的 我这胳膊子酸了 我跟你讲啊 就是练歌 人家都是基本上都是 怎么练歌呢 我俩可不一样 他是钻水缸里练 我是趴水缸里练歌 特别好玩 都是在水缸里练歌 对对对 练歌跟水缸有关系吗 就是 有关系 你可能没发现 谁发现这个 对 你说你是怎么在水缸里练的 其实在水缸里呢 唱歌呢 它会有回音 尤其是以前农村你知道吗 农村有那个存水的大水缸 就是很很大的那种水缸 因为它那个没有自来水 没有就是 对对对 要存水 要去挑回来 把水到里边 对 完了就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也有自来水了 完了那个大水缸呢 就空出来了 我那时候爬进去玩 哎 挺好感觉 一说话有回声 有回音 我一唱歌的话 感觉特别好 对 就不用开婚响那种感觉 那我呢 就是当时就是 不是唱女声唱点玩 唱不上去啊 太就是太高了 我就钻到水缸 我就 感觉声音特别那种 呜呜呜的那种声音 就会很亮 我就觉得 哎呀这太好玩了 而且别人还听不到 我如果唱女声别人听到 我这多害羞啊 就是在催里 我就对着水缸唱 就唱上上 最后高音都能唱上去 我放在这这个秘酒 都没告诉别人 行 各位 你说这俩有点意思啊 都是跟这个水缸 叫上进来练的唱歌 我们今天准备了 上水缸 水缸 这边没有钱 张潇 张潇 你留着别卡在里边啊 我别往里走 你别说还有啊 真有 真有那种感觉 对 虽然说很小 各位 这缸已经准备上台了 接下来两位 谁试一下啊 咱俩一起 不行 进不进里边 我是 进里边还点 对啊 以前的那种缸呢 是特别特别大 大概有这么大 比那大一两圈 对非常 然后续满了水 没有的四个大 那水缸 而且特别高 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大的缸 最大的了对吧 也真是 难为这个栏目组了 真的是 来给一个凳子 怎么进去 这个凳子不用 哎呀真悍 真厉害 真厉害 我说了我是你 来你唱什么歌 当然唱韩老师的歌了 浩浩 勤昆 了 流血的伤口 不流泪 拒气的杆子 不下跪 钻进的拳头 不松手 过河的桌子 不后退 好 我要是进去怎么样 人家是趴着他 你小时候不是在高里 而是我趴的 来来来 接下来请欣赏水钢板 商歌好比春江水 来 来 长山歌来 这边长来 那边我 那边我 山歌好比春江水来 这边长来 那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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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罐茶试试吧 包罐茶试试 要进去吗 你还别说我小时候也玩过 是吗 因为小的时候夏天回老家的时候 我们那地方也是一个很 就是跟天姐说的很大的缸 对对对 然后我小的时候 就趴在那个边上 往里边一喊 回音特别大 回音特别特别好 对 然后它 但是它有缸底下 那个水没有的时候 它会有那个味 缸里边有那个味 对有青苔 有青苔啊 这类的 有青苔的味 有长些东西 对 但是它那个声音回音也很好 然后我也那么听 我当然我掉下去了 我刚大我小嘛 就包罐茶呢 在刚里这个唱歌呢 是三个声 啊 哦 怕 啊 是它自己唱 哦 都掉进去了 怕是砸了刚就它 是吧 好吧 来试试看 重温一下儿时的梦 对 但是首先这样唱歌肯定是不科学的啊 就是玩 就是小时候就是爱玩嘛 玩玩玩玩 来吧来吧 你什么歌 唱歌是吧 我唱那个 嗯 梦中的俄琪 我唱一点点啊 水缸版啊 用蒙语啊 用蒙语啊 我唱歌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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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 好玩题了 也是老师 也试试吧 试试 试试试 其实这是里面的那个共鸣特别好 对 因为它是 我跟你说 这就叫环绕体 环绕立体声 环绕立体声 别别别别 进我是进不去了 你优着点 我跟张霄都不能进 进去咳住出不来了 这是我原来洗澡用的 试试看 我都不忍得看 年子是年子 杠是杠 年子是年子 杠是杠 杠就唱歌 别的黄 杠就唱歌 别的黄 别的黄 人家知道咱们这是体验水缸练心法 唱了好几十年了 没这么唱过 这就有点憋得慌这事 人家这个属于童子公 从小都刚里唱 对吧 好 来 再次谢谢包护耳茶 和王杰实 两位老师 谢谢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知道的是 大家对着水缸练歌 不知道 因为这缸里有什么宝贝 怎么大家都一字 跟着绝着着 两个人还真是有点相像 来首歌吧 我唱哪首呢 我觉得乐乐 其实乐乐唱很多 有戏曲也可以 像女高音啊 什么花枪之类的都可以 要不你要来个花枪吧 花枪女高音 花枪女高音 花枪女高音吧 那首歌 《菁莹飞来一只百铃》 《菁莹飞来一只百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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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就算有着最新鲜 到底是法律 未必要的地方 啊 到底就会 当着欢乐的歌声 千变桥过一朵白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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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变桥过一朵白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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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个一万万的月亮 啊 啊 啊 她把温柔散了 冰雪的天气 到底是法律 未必要的地方 啊 啊 到底就算有着 雪的心情 到底是法律 未必要的地方 啊 到底就会 谁当着欢乐的歌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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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身上啊 是法律 未必要的地方 啊 啊 啊 你就会当着欢乐的歌手 我将有名心 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将有名心 我想做一个真正的歌手 想做一位真正有个性有特点的歌手 不再去再翻唱啊 就是别人的歌 一直唱韩老师的 或者或者一直在模仿 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 能有自己的就是原创的歌曲 大家以后提到潘倩倩的时候 不会再觉得是 啊他是唱韩磊的 他是唱翻唱的 对希望能够就是有自己的歌曲 一听啊潘倩倩这是潘倩倩的歌 对这就是我的梦想 像一个人突破自己特别难 他们俩像天赋是具备了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就是怎么能突破自己 突破了就成功了 或者迈进一步 因为所有的歌曲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模仿能力很强 就抓住这个歌曲的特点 而且有了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他会以自己的特点来诠释 然后突破 让大家去熟悉 那就做到真正的你了 谢谢谢谢高老师 谢谢老师 那你们两个人 现在有没有能够合作的 属于自己的 有啊 那下面呢 就是带来一首 我们两个人的原创歌曲 叫做大汉流芳 两千年 一万里江山 一万里江山 总红 江山总红 祝和汉间 有情龙一呼啸 千地之间 当歌译的英雄 有情龙一呼啸 望到山巷 那战舍的长剑 那一个汉子可在历史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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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祝和雨 当歌 从相招 他从去清 大风 近一行 欣赢一切 潇洒人生 人生 回帝王 江湘有宠 世世早久 世世世早久今生 早久今生 水停电抹到热血难愁 不配成功且听激昂大慌 何况太生那高清的酒商 那一天赶开起山高高清空 天空 大丈夫 愁厚人 无老的精神 无名的耗尽 大风起行 大风起行 希望全精彩人生 人生 大风起行 大风起行 希望全精彩人生 人生 精彩人 人生 人生 这是自己的原创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 我家是江苏徐州封县的 是刘邦的故里 所以这首歌也是专门写刘邦的 大汉刘邦 为我俩梁胜定做的最新的单曲 好 这首歌也非常好听 希望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爷爷奶奶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支持我们 谢谢 谢谢 下次再来的时候 就不仅仅只是一首单曲了 好吧 带着自己的专辑 或者是带着更多的好的成绩 再来 我家有明星做客 好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过人的才艺 如果您有懂人的故事 记得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的热讯电话 961687 您的光临 下周五晚上 北京第二台唯一频道 我家有明星 我们 不见不散